中央设计者旅行会台北十九日电 民国八十三年以后出生的伊南区服四个月军事训练役 原先规划伊南区接受肉舞训练后下部队 国防部规划明年起伊南改为接受肉舞训练和张长训练 不用再下部队 军事训练役流程包括第一阶段入伍训练 第二阶段部队训练 原本两者各八州军方评估 发现前者太长而后者太短 今年起八州的基本肉舞训练减为五州 部队训练增加为十一周 入节训后伊南抽千分发本 外岛常被部队失训 国防部训此事军事训练处处 长董少明上校今天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常被兵役军事训练第二阶段十一周部队训练 今试行一年确实可使伊南增加部队实务经验 不过为了强化伊南中阶专长训练成效 国防部明年调整常被兵役军事训练接训班队规划 董少明说常被兵役军事训练四个月训练 人区分五周入伍训练及十一周专长训练等两个阶段 采一般专长整梯整训练及中级专长兵尖失训两种方式实施 董少明解释一般专长整梯整训练部分 入级专长训练在同一个新训绿或干训班 以后被部队动员一般专长项目失训 重点为实弹射及战斗教练战术型军及野营训练等课程 终极专长兵尖失训部分 董少明说一南五周入伍完训后 抽签分发至三军兵尖训练指挥部中心等单位 实施战车炮兵化学工兵通信等十一周终极专长训练 董少明说一般专长整梯整训 由陆军新训旅等二十个单位接训 年容训量为七万八千五百九十人 终极专长兵尖失训由三军兵尖训练指挥部中心等十二个单位失训 年容训量继两万三千八百人 年度总容训量合计十万两千三百九十人 董少明说 国防部已邀级一证署协商 因国内学士造成一南集中于下半年入伍 规划明年上半年国防部一一证署征集一南人数约四万人 排定接训元额 下半年一证署一国防部最大接训容量约六万人 征集一南入营可达到约十万一南征集的需求 董少明指出 结合年度重大操演 其成安排一南观摩战 演训实况 汲取部队士兵 实在演训经验 部分一南抽签至外道 可充实外道部队人力 一百零六万一千两百一十九